Hello,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最极04-05期 恒指, 看号仓, 回踩 爸爸最买得没呢? 我是主角老师, 莱Sir 好了, 那我们今期依然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周二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份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亦都是怪同学比较关注的 那港股五年升之后 昨日的一个收市就开始回吐 按照莱Sir之前的教学分析 那月初依然会不会偏强势呢? 所以今期莱Sir就会怪同学去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份依然是个股分析 那我们知道最近阿里巴巴比较强势 那之中你又回踩 那有没有机会呢? 所以最近比较多的同学就问到阿里巴巴 包括莱Sir的一个标题都说到 爸爸还能买到尾巴巴 所以同学就问到阿里巴巴 以及双汤、微盲贼图 还有两个美股分别是亚马逊和苹果 那这些个股为何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过来莱Sir就为个童 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 那在继续课堂之前 再提醒各位同学 那无论你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结果的同学 你记得Youtube这个频道 按订阅 订阅之后 再按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时刻收到我最新教学 好吧 好了 最后一个正题 首先今天我们知道4月5日是休市 因为今天是假期 所以我今天是没有做盘提示 所以和各位同学说回 昨天4月4日的一个早盘提示 昨天是早上8点26分 莱Sir就将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莱Sir手机办特色指标的各位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左手边这个文字 每次传完文字我都要下方一个图片 就是帮大家能够 助大家能够清晰去看看 现在的市 右手边这个图 通过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市 目前是太好了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我画了一个圈圈 这里大家看到 已经很明显是转成红色飘得 我上一期的时候 已经和各位同学说 现在目前 吹了转号的机会 是非常之大 因为通过莱Sir的特色指标 各位同学就知道 红色飘带 对比较太好 对不对 趋势是向上 绿色飘带 对比较太淡 当然 颜色的转变 譬如飘带的转换 它都可以提示大家买药 就是估出信号 好像这个红转鹿 因为很转淡 所以这里就估出信号 这个飘带不单单可以用指数 好像莱Sir主要说过股的情况 都可以用的 当然这里已经转好 红色飘带 所以看好 所以目前 大家知道 吹了向上为主 当然 所以来说 今期的主题标题 都跟大家说 为什么目前 恒指看好仓原 因为现在转红色飘带 不过目前 之前周一提示大家 这个位置 20712 它是未突破 所以来说 是进行一个短期 短期 高位回落的一个阶段 我周一是这样 跟大家去提示的 所以大家要看回 我周一的一个 组盘提示的情况 那当然通过飘带 除了颜色转变 包括它本身的颜色 我们知道 看好 或者买日 还是估出信号 好像这里 六转号 是个买日的信号 所以我提示大家 大家看到 我过股这里 大家提到 过股投资者 随着关注这些板法 是逢低卡勒的原因 对不对 所以大家回踩 因为大家知道 经常乃sir和各位跟我说 机会 是不是跌出来的 回踩都是向下跌的意思 对不对 风险相对来说 就升出来 所以大家知道 这些股市分析的一个逻辑 当然 乃sir经常 除了颜色的转变 有提示大家 不过最重要的是 提示大家 特别是做方向的话 和阻力和支持位 提示大家 目前目前 20721 工房位 它是没有突破 所以会落 这个 20721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 我们知道 我经常和大家说到 KDJ KDJ在这一天的时候 它J 是少于100 因为我经常和大家说 按照KDJ 如果大家用传统指标 最大100 其实是对比超买区 超买区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清楚 同学 看之前的教学 和大家说 超买区 就是强小一点 就是这里 快速向上的阶段 对不对 如果弱一点 到了这个 可能会高位调整 这个就决定于 你看看它这个飘打 就是这个K线 有没有远离飘打 大家去判断 包括如果有其他特色指标 比如说资金 大家都去结合 来看 对不对 当然J少于0 大家都知道 所以20721 是因为J刚刚少于100 这一天 如果它之后的后市 如果能够突破 这个20721 它还会继续强势 当然如果没有突破 就刚才和大家说 短期高位回落的阶段 OK 那当然 这次就没有用飘大的一个上下 影片和大家去提示 支持和厄力 是用这个传统指标 比如说下方列口 都是传统指标 大家看到 这个列口 我经常和大家说 列口产生的话 要么这个市 或者这个个股 非常之强 要么就非常之弱 那当然 比较强 或者比较弱的市场 其实不是经常出现 对不对 大多数都是这种普通的情况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比较多 所以来说列口不是经常会产生 所以没有列口经常产生的同学 就不知道是不是支持和厄力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有工具 就比没有工具比较好些 所以经常会和大家说 好像利用飘带这个上下沿边 我们都会提示压力和支持 好像将来说行指的时候 都会通过飘带 和大家去清支持和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个指数方面 还有一个 绿色飘带已经转红色 刚才已经说了 所以说提示市场以太好为主 今期标题都是说太好仓 回踩 并且红色飘带 与下方列口重合 说明下方支持力度 是非常之大的 说明什么意思 我经常和国家同学都说到 如果无论是传统指标的列口 还有特色指标飘带 如果说到这个位置 都是有支持非常之大 或者相反如果是压力非常之大的情况之下 一般来说很难突破 所以这种情况下方支持力度很大 所以说明即将来会不会回踩反弹 即将来分析恒生指数的时候和大家分析 这个就是和大家提示 现在目前接近于这里 可能会有反弹的一个趋势都说不定 这个指数方面和大家提示 过股的话 那依然还是和大家说 做过股要跟着指数下 先指数后过股 不过都要做强势的过股 强势的过股 强势的过股就像这些 比较强势 拉升比较厉力 这样的意思 好像现在目前 根据这个红绿飘带的提示 那煤炭、石油、半导体 现在改变半导体和圆宇 现在就开始大家要注意一点 那之前是和大家说军工 现在军工不行了 又转勢 总长期是五珠、黄金 那这里是哪里看的呢 就像打开富途牛 打开富途牛 大家应该没有装飘带的同学 就没有这个知道的强势 不过装了之后 又根据蓝水的教学当中 大家看到在这里放大镜 输入相关军工、餐饮和行业的版法 这个不是自带的自己编辑 好像之前跟大家说 军工大家看到没有 军工是不是已经转责了 一旦转这个绿色的话 大家看到 是不是太淡 对不对 OK 周线来说 目前都是回彩当中 所以说短期 大家看到军工蓝水是取消的 好像半导体 大家看到 半导体现在升得比较漂亮 看 飘带比较寬 周线也是 大家看到 周线那边短期 大家就去操作 煤炭 大家看到 周线和日线 都是非常漂亮的 对不对 都是红色飘带 当然这些这么多个股 大家要自己去选择 有些股票 大家去结合 庄家资金 去结合 去操作 好吧 好像五珠之前跟大家说短期 短期当中五珠 未来中长期都有机会 周线月线 大家看到 是不是非常漂亮 五珠可能有转勢 大家看到 黄金和贵金属 现在全球去美元化 所以说黄金作为一个被险的投资工具 其实投资产品 大家都知道 资金是催你被害 所以说 黄金现在目前在这个大环境 中长期都是看好的 这个都是之前有同学 Youtube频道文蓝瑞蓝瑞 和大家复翻的 好吧 这个就是个股板块的一个分析 所以说大家就知道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放大 看到我们做什么股票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一个 早盘点评 我再看我们的一个 开市情况 就是昨天4月4日 因为今天是优势 刚才跟大家说优势 所以我看到 星期二昨天 开盘是20364 相对上个交易周一 大家看到 是低虚的 低虚 然后最终收市 是20274 最终跌幅是134 低虚低走 低虚低走 接着下来会不会还会继续回踩呢 所以说 这种情况 大家看到 最低位 20126 是否同 蓝瑞蓝提示的一个情况 下方支持位 还未碰到 而且这里 20126 其实大家看回 今天 这一天的一个收市情况 收了一支非常之长的下影线 那边的多方力量 是非常之劲的 这个都是蓝瑞蓝提示大家 大家支持力度 现在是否非常之大呢 那目前呢 会反弹 会几时反弹 一回踩之后肯定会反弹 所以现在就进行我们下一个环节 恒生指数分析 好吧 那今天呢 是周三 那集中下来 那其实呢 只有一天周四开始 因为周五呢 那又有休市 所以说 就指分析一下 明天星期四 如何去分析 集中下来的市场 会怎样走 包括今个月月初呢 月初 依然会不会强呢 有同学就有YouTube频道 很多都问到 好像越初 好像调整 调整 一般来说显示弱 那现在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的市 好吧 那按照蓝瑞的思路呢 蓝瑞是经常会结合国际形势 就是政策最佳技术分析啊 因为港股呢 是政策史啊 政策史啊 这个呢 经常星期六星期日都强调大家去 去复发啊 大家复发之前教学政策史 大家理解啊 现在目前呢 国际不用呢 就除非是聚了银行这个事件呢 还没有加息啊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和之前一月又没有什么怎么说啊 现在就进行我们技术分析去怎么理解好吧 技术分析我经常和大家说啊 恒指呢 因为蓝瑞教学呢 是讲个股对不对 个个股 不过呢 看个股呢 我们要分析恒指啊 因为恒指呢 升大多数股票都升 不过恒指呢 它又不能够独善其身 它又受到杜瓶斯指数和上证指数 那我们知道杜瓶斯指数上证指数的背后 又对表中美两个国家 全世界最有钱的两个国家 一坐下来就讨论整个世界未来的趋势 所以来说一定要关注这两大指数 就算这一排呢 港股 它不受杜瓶斯指向也好 不过我们也要分析 反而这一排呢 上证指数还跟港股 它走得比较厉害 那如何看呢 现在就进行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吧 大家看到了杜瓶斯指数 杜瓶斯指数目前来说 从月线图 月线图大家看到 目前之前这个位置 和大家说 33000这个位置 是非常之重要 不过现在突破了 港股现在好像比较强 它会不会在这里 即将下来 会不会收红色飘带 都要视目以待 现在 不过我们看回月线图 不竟太中长期 我们看回周线图 周线图大家看到 乃尔斯指数之前和大家分析 以为这里 绿色飘带即将下来会向下 不过现在目前看 升穿了有很大可能性 这里又会转回 红色飘带 红色飘带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太好 所以目前美股就非常之强 不过升穿了 大家都要看看 有没有转红色飘带 不过如果升穿了 一般来说 它要等它收音足 然后呢 第三周 第三周 它才开始会加速回落 的机会比较多些 再看回日线图 一线图大家看到 现在目前来 这里 杜瓊斯指数都已经转 红色飘带 而且呢 一般这里又收阳足又阴足 那大家如果 学股票学得比较久一点 大家知道 这种 有个叫什么战法 双国乌鸦 反正意思 这种形态 大多数 很大可能性 就顶部 就顶部 而且呢 从技术指标去看 它已经远离飘带 可能会调整一下回落一下 不过它会大跌 就不会 一般大家作为 这个大阳足的一半 作为它的防守位 防守位 因为它飘带 慢慢向上 而且呢 回落机会比较多跌 目前 因为来说 现在大家看看KDJ KDJ 从这一日 3月29日 杜瓊斯指数 大家看到 已经开始连续 1 2 3 4 5 这一日 5日 一般来说 不会超过第5日 国民之将来回落机会比较多些 杜瓊斯指数 好吧 那上证指数 我们看到 上证指数 因为目前上证指数 都是很强 不过来说 它相对恒生指数来说 它走得比较慢 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上证指数 月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仍然飘带 未来趋势向上 大家看到吗 是不是比较强 一线图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又快转红色飘带 说到这里 太淡 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一下 对不对 而且 大家目前看到 上证指数 才刚刚进入了 最大于100 是不是超买 快速拉升阶段 所以来说 趋势向上为主 那大家最结合 它有没有至急 上证指数 于线图大家看到 有资金就是什么样 趋势向上 有资金托着 就好像你可以 一部车 踩着油门 一直有惯性 向前走 是一样的道理 好吧 周线图大家看到 周线图 看到 它能不能够持续拉上 那大家本周 要关注这个绿灯 这个是看资金的 资金背来的 这个一旦转红色 红色 然后呢 它还会继续升 继续 OK 再看日线图 那日线图 其实从趋势来看 那机会肯定向上 比较大 因为这里就快转好了 就快转好 大家看到没有 好的话 今天就买日信号 买日 对不对 买日就是拉升 而且这里资金 是否还有流日的向上 而且这里 最大于100 最大于100 我同时就问到 会不会快转拉升阶段 那会的 现在有资金流日 那如果没有资金流日 可能会高位调整 那大家加上传统指标 去结合去使用 就会比较好些 好吧 这个就乃sir和大家分析 所以来讲整体 让大家知道两大指数 现在目前会怎么样 道瓊斯指数 回落 差不多要回落 开始回落 即将会回落 然后上证指数 目前来过 还有快转拉升的阶段 对不对 强点 那恒生指数呢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我们分析 首先我们看周线图 因为周线图 经常跟大家讲 分析未来趋势 买日行之前 都是看日线图 现在入了行 都要看周线图 因为未来趋势 一定要分析周线图 而且 它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因为很多时候 规律 是周线图 比较容易挖掘 大家知道 目前大家看到 周线图 我这两期 是否提示周线的压力 非常之重要 之前是20400 后面是20410 那当然 好像我们上周 是刚刚是20400 如果是20400 如果突破不上 下周 下周 按照这个趋势 突破机会是非常之大的 好吧 所以目前乃sir 为什么跟大家说 月初 乃sir判断 其实 调整 会偏强 乃sir 是这样跟大家说的 为什么偏强 分析入线图的时候 都会跟大家解释 因为起码来说 目前来说 有资金流入 现在起码来说 看好趋势 是上的 最加上 目前来说 为什么月初调整 因为这个和时间有关 因为每个月 都有个非常之关键的强弱日 而且是转折日 大家看回我上一期教后 大家知道 因为目前 其实市场肯定要到假期之后 假期之后 才有比较明确的转折时间 假期后 假期后哪些 除了今天的清明节不开市 其实明天只得一日开市 然后7号 8号 9号 10号 我们香港是放假的 对不对 所以说到下个星期 其实11号才有转折时间 其实无论从菲波纳契数 包括我们经常 港股来说 都是过节之后 选择方向 所以刚刚11号是转折时间 再算下一次转折时间 21号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你去看上一期教学 最重要的是4月12号 是强弱日 这一日收阴竹 和阳竹 缺点这个月是强还是弱 所以大家要关注 12号 所以说跟大家总结了 11、12、21的原因 OK 好吧 那我再看日线图 日线图 所以说 刚才跟大家说了 记得 11号 12号 和21号 这两个 就转折时间 对不对 转折时间 这一日就强弱日 有些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用法 OK 好了 那为什么这一日线图 比较 就是说跟大家说 月初点牙比较强 首先我看到这里 是转红色飘带 对不对 那边人吹了 太好了 而且4月11号才转折时间 每一次转折之前 就是选择时间 之前肯定会调整 调整 调整就为后续 选择向上 还是向下 作为一个铺垫 目前来说 比较强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 有资金流日 而且有太阳红色飘带 虽然现在回踩 不回踩阶段 目前 之前奶水判断 可能会到这里 支持这个红色飘带 包括这里 19875这里 最好奶水判断 按照奶水特色指标 这里要收羊竹 羊竹的时候 才会回踩 不过这里的空间 其实不多 就算我们明天 继续回踩到这里 基本上随着这个飘带 这个飘带我经常跟大家说 是不是变量 变量 飘带会变化的 特别红色飘带 它越来越向上 等它继续回踩到这里 或者接近这里 有支持力度非常之强的时候 指数会反弹 会反弹 为什么比较肯定 最加上目前有资金流日 虽然这个资金 有微弱减少 不过它依然还是太红色 资金流日 所以奶水判断在这里 到达这里附近的时候 这个附近的时候 反弹机会比较多 反弹机会比较大 这个乃水按照目前的一个技术指标 因为目前来说从大环境 大环境没有什么点大的变化 没有变化 第二个现在 杜瓊斯指数 对不对 可能会回踩 只不过影响到低 可能会比较多 一些 上整指数 它就非常强势 还有快速拉升 从周线图 恒生指数本身 资金起码来说 建筑转红色 向上 现在低位 越来越明显 所以最加上日线图 大家看到 现在看好 所以回踩 空间不多 回踩 空间不多 空间少 这里写得不太好 所以来说 以上就是 乃sir和大家去分析的 恒生指数分析 所以即将来 如果有指数方面 市场方面不明白的 或者过股 即将会和大家说 过股分析 不明白的话 同学 你都在YouTube频道 去留言问乃sir 乃sir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或者如果 有比较少人问到 乃sir的过股方面 就是教学当中会说 如果没有的话 马上会回覆你 以上就是恒生指数分析 好了 我现在接着来说 最后一个环节 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阿里巴巴 雙汤 微盟集团 亚马逊 和苹果 这些都是科技股 科技股 所以大家看到 最近科技指数 是非常之厉害的 首先看到阿里巴巴 零九九八八 零九九八八 大家看到 分析阿里巴巴 首先是分析周线 周线图 大家看到 这个目前 葬家 这里是葬家 红色筹码是葬家 葬家 葬家越多 其实股价拉升 越大机会 散户 这个绿色是散户的意思 散户 绿色筹码越多 股票跌 黄色这个 就调整油资 黄色是油资的意思 油资 即是短炒资金 所以说它是短炒 上下横摆 不过这个 这个叫资金倍率 我和大家复杂 这些指标的用法 红灯 大家看到 资金要留意 是否升 是否升 绿灯就跌 这个资金和这个庄家 有点不一样 有些有时庄家减少 这个资金还继续流日 这个代表当日的资金流日流出 不同的 好吧 这个趋势指标 虽然和这个资金倍率有点似 不过它用法不一样 好像这个主线 大家看到 主线 它对表中期 中期趋势 绿色 对表中期趋势 向下 这个紫色 大家看到 中期趋势向上 红灯 红灯 对表短期 红灯 特色指标 红灯 对表升 绿色对表跌 好像这个绿灯 对表短期 向下 这个主线 其实都是压力 所以目前我们分析到 现在阿里巴巴 其实上方是遇到压力的 公破不行 因为最加上资金 庄家资金流出 这种资金 如果流出 说明它最突破前高 就非常难跌 好吧 我们通过特色指标 红灯飘就不用说 之前和大家分析到很多 从周线图来看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 目前从一线图 这里可能有个高位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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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踩当中 但回踩当中 因为这里有个非常大列口 因为这里没有显示列口 我和大家用虎铜银 来看 09988 09988 大家看到这里回踩 大家看到这里有列口 这里有列口 说明目前 因为这里是最大100 大家看到没有 最大100 这里开始是短期回落当中 短期回落当中 所以说现在目前 还会继续向下 等它在收阳足的时候 大家看到 就是它买日的机会 反弹的机会 OK 所以目前还没收阳足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 作为它来说 向下为主 好吧 这里就是阿里巴巴巴 所以说 就看明天有没有收阳足 如果还没收阳足 就等下个礼拜 OK 好了 那说完阿里巴巴巴 再看回雙汤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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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雙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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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目前 莊家已经满了 满了之后 它肯定就会回落 从资金角度 大家看到 资金和吹晒 都是非常薄 说明上升力度 力度 力度 少了 那少的话 未来知道 力度少 那日线图大家看到 日线图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莊家都是满了 所以这里穿着红灯 那 乃Sir判断 乃Sir认为 这里 好像会高位调整一下 高位调整 这样来说 它这里有非常大的列口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说 这里列口 肯定会高位调整一下 等它飘大向上 它最继续向上 会这样 相通会这样 而且在莊家这里 已经满了 大家看到 好吧 所以说 会适当的回落 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看到 暂时还有买卖 估出讯号 等它有买卖估出讯号 的时候 大家要减仓 好了 没问 02013 02013 大家看到周线图 周线图 差不多转绿灯 那名未来的机会就没有 未来的机会短期又没有 都是没有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 庄家连续减少 那名股价都会一直跌 股价根据庄家走而走 红色筹码对比庄家 对吧 这里资金有流出 趋势又向下 飘大又变走 又快转绿色 什么都不好 所以这只股票 大家不要做 好了 那最后两只美股 亚马逊 AMZM 亚马逊大家看到 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 这里转红色飘大 趋势 资金都向上 对不对 而且资金又流入 而且最重要 这个是周线图 再看日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更加漂亮 大家看到没有 飘大向上 资金 这种非常好的 如果这种红色筹码 慢慢慢慢上 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大家可以做中短期 中短期 慢慢上 所以来说 亚马逊可以拿着 非常漂亮的 这只美股 好了 再看苹果 AAPL 苹果呢 其实相对亚马逊 都差不多 不过呢 日线图比较不美 首先我看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大家看到 已经是不是高位 这里 向上 向上 不过有没有看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 不过日线图呢 就已经出现了 估出信号 大家看到没有 红绿飘大 AAPL 大家看到没有 买卖信号 苹果 所以来说 即装下来会回落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这里 没有明显 虽然有少少明显增加 不过这里 资金和趋势很薄 所以来说 上升力度呢 力度 少 力度少 力度少 再次和各位同学说个股 个股的节目就说得多 下期仍然和大家说 每期8点到9点 上个礼拜三 因为网络的原因 所以没有大家咳时想穿 基本上后续 会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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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出现 好吧 今期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